尤其是对于疫情攻击的行业,例如饮食,物馆,旅游,客运,零售,航运,金融,地产,回收,教育界,资讯科技,以及一些力量的行业,那种资助力度是很大 第二,他们也做了一个直接的资助,保就业,直接资助给雇主,希望他们在十六个月的时间不要随缘,保住雇员的工作 因此,他们会有一个很容易的资助给雇主资助给雇主资助,但当然,他们希望那些雇主在六个月就不要随缘 同样方面,做生意需要融资,他们也提供了一些针对中小企的融资计划 是百分之一百,是一年之内的活动和保护法,希望能够给中小企一部分资金 是直接交易和出资金,希望能够捡过这个经济的拠投水平 所以,六个月时间的流程度之前,当然,现在的疫情是否够够够? 其实,根本是不知的,尤其是现在,可能到了秋天的时间 当天气稍微冷的时候,会不会第二波,第三波,四波,真是不知道 但是,看到这个短期的措施,希望大家能够大过这六个月的时间 变成大出量,不能够交易,否则租资金 如果不然,租资金不能够交易,成功就不能够出资金 我相信香港的资金会升得很快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它也有个是直接对自雇人士的资助 有些直接的资助,不得性的资金 为什么可以再说一下这些情况? 好,谢谢Alan为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 其实,这个覆盖的面子 是有始以来的覆盖最大和用的资金 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新冠肺炎的资助 我主持这个节目,我们希望帮助大家对这些资助 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因为你可能是当中有商量角色的 你又是老板,又是事故人士,或者你是属于某个行业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你是会得到一定的帮助 或者你不在这个行业里面,未得到这个帮助 你都更加要清楚知道,究竟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情况 所以我们试试,今天就分开四个层面 去探讨一下第二轮政府的援助里面 各行各业各种的职级人士得到什么帮助 刚才提到,我们会首先说一下行业的资助 行业资助是广为将些广泛的 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PowerPoint里面所说的 涵盖包括饮食业、建筑业、物业管理、创意文化、旅游、客运运出、 零售、零售、航空空运、金融、地产代理、回舟业、 鱼农业、教育界、资讯科技界 还有很多现在被零关闭的 例如酒店、餐厅、卡拉OK、美容店等 我们每一个行业都试试从四方面来讲一下 第一,就是讲一下有什么条件才能够合乎资格去申请呢? 已经公布了的申请办法 或者未公布的申请办法 我们知道了是什么呢? 就可以回计师在这方面给一些提醒 我们可以怎样去做 如果有可能我们甚至要讲一下 我们作为一个保险的代理 一个专业的理财顾问 是怎样帮你在这方面进行的资助行业 首先讲一下这个行业资助 其实这个行业都很阔的 如果我全都讲到你 就时间上也不可能 我想就讲一些比较大陆一些的 我想讲一些比较大陆一些的 香港人就是在香港人 飲食业 这次的成果是很高的 我相信现在到月10万元的地址在香港 好了,讲一下第二轮 这次的资助 对这个资助有什么资助呢? 然后现在政府的初步的公告 这个初步的公告 因为有些都没有 例如一些资助餐饮的厨所 它每一间会有25万至220万的厨所 但一件事,它有讲明的 就是领取了这些资助之后 三个月之内你是不能够资助 所以你拿到这些资助 都需要留意 不要去资助 另外一件事 他们也会对一些政府 指示关系的餐饮桌 例如酒店、酒吧、卡拉OK 每间都有额外 除了那些资助之外 这些资助的资助 这些资助的资助 一般是需要有相关的牌照 例如食市、工场、私食当等 都要反的资助的人 这些都是资助的 但当然你的牌照一定是有效的 所以你要留意 尽快要续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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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资助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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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些资助表达 在网上更新的资助 你们可以在网上席交 或者是去到 分区卫生的办事处 甚至交给他们 这个是在饮食业方面 另外我认为建筑业 建筑业在序论来说 一些合资格的建造工友 包括电工程柱、补乳柱、 水母柱、消防柱 认可的注册工人 每个人是有7500元的 合资格的成建商、 专门成建商、 公建商等 每个主要的建造行业的 商会的公司会 合资格的另外 一些小型的工程 成建商、 注册电业、 气体工程、 升降机、 消防、 装置、 乘惯箱 每个人都有1,000元 工压就不太好 但是 好过没有 当然 政府资源有限 有些1,000元 你觉得多了点 就是这件事 总之 你的商业资格 一定有相关的牌照 认可的资格 在行业内 每个场地就不可能 这些业务 现在已经可以认可 去到8月 我想 因为行业很多 我可以说两个例子 总之 你一定要认可 他们相关有的牌照 如果你的牌照是没有的话 可能你就没有 只要一件事 但你和你没有牌照 或者你是遮牌的 你自己可能没有 所以 你一定要留意自己的牌照 是否有牌照 所以你没有效果 可以尽快把牌照 尽快交易 这是很关键的 Alan 很多东西 饮食业有个食物馆牌 建筑业有些工程牌 什么牌 但是很多行业 例如地产代理 大公司就有个牌照 但我在地产业 我做个代理人 未必有牌照 你回收行业 甚至是交易街 很多开补习社 私营 普通的商业机构 不需要特别拿牌照 这些又怎么处理 留意一下 如果那些行业 本身不需要的牌照 如果你有一个懂得登记 那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件事 你明白 我所知道 很多行业的朋友 可能是因为 金眼不大 所以可能没有报序 但登记也没有 但登记也没有 那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 我认为 大家 当然 如果你没有这些文件 如果没有这些文件 你可能要看 可能要设定 那个叫 不 金眼是小一点 但这个人没有 因为你没有 没有牌照 你可能会做不到 你可能会做不到 那些事 我可以这么说 我可以这么说 有些条件 可能不是办公司 100 但是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 可能政府 可能有些着情 也不明白 那我们不妨 觉得 不是办公司 100 但当然 如果他有些问题 再去追问 你的时候 希望你提出一些证据 就是说 你实在是在那一行的生意 在那一行 我觉得 政府现在 在面对这个业劲 相信 他未必是很为难 申请人 因为 你现在在当事 之前 如果他让到 8.8亿 符合到的话 我认为 这些证据 大家可以尝试 我认为 这些证据 这是个人的意见 当然 你表面上符合不到的话 可能会失望 但否则 如果不然 看有没有其他方面的 发生日照 你会召唤人士 可能你会召唤人士 可能你会召唤人士 可能会召唤人士 可能会召唤人士 但你会召唤人士 你也不召唤人士 你也没有 所以这些难事 都是不同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真的 雷声很大 但申请上来的时候 一个实位 以及申请手续 有很多重力 要公布 对 我是不是临续行业 我做小贩 在街边摆当 我做小贩 我是报纸餐 或者我是楼上店 那义业登记里面 没有说我是零售 我是楼上卖 我深容海味 我觉得有些困难 其实第一次 是零售业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 每一个 例如出世事集 他通常有一个网站 是给你网上申请的 所以第一次 你留意一下 这个网上是什么事 第二件事 就是说 他通常会有一些 既定的基本 例如第一次 他要提供你证据 就是要有四样东西 给你选择 他也有担心 即是 你四样东西 要有NPF 你要有收支记录 有一个 例如租药 这些东西 他有四样东西 可以了 其实他也有弹性 因为做生意 不是要认证 他也有 所以我看到 政府在这方面 当他说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一些 空间弹性 所以你要留意 他的弹性在哪里 这些东西 如果到时 你可能对一些人 又不是说 有些专业人士 他们要分析 理解 可以 可以帮你去 申请 或者给你意见 所以你会否赚 他一定会赚 赚钱 所以你是不是要服务 你是不是要服务 我相信他 为了希望 能够生存 他也有机会 可以赚钱 给你 所以我自己的意思 就是 你尽量提供 需要文件 去试一试 不行 就没办法 你这个建议 这个建议 是很好的 对于刚刚上网 刚刚才看到我们的朋友 我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刚才可能 你不知道在看什么 你现在在看一个直播的节目 我旁边的就是梁华先生 是WVA维计师 我是保险的 专业保险代理人 我是周志堅博士 我现在在做这个节目 就是讨论一下 在政府第二轮的舒缓 舒缓困境的各种各行 各业各业的申请的时候 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欢迎你现在在上网 我们这个直播的节目 分别在面书 在YouTube 和Zoom 三个网络平台里面 正在直播中 刚才梁华先生 已经和我们说一下 行业性的资助 以及一些灰色地带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政府是有心帮助 但是这个行政程序 都会相当的固特 而且现在有些详细的情况 政府仍在商议 但还未公布 4月尾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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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有这么多个 相关资助的部分 具体的政策 是未出来的 例如 例如说 自国人士的一笔性的资助 其实它现在是未出来的 还未出来 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政府的公布 第二 在申请的时候 梁华先生提醒了一件事 就是 与其交不足文件 千万不要作文件 不要未做文件 所以要满足这些要求 我不知道政府的行政效率有多高 过往的情况 都令到很多人口口 申请了又不知道行不行 都有这些事情发生的 我相信这些 如果很多人申请的时候 政府都未必一时处理得到 不过 就知道它所有的申请都是进入网上的申请 有些是不见得到的 但有很多东西 是网上的 即是你要懂得上网 懂得交文件 懂得将你的文件上载等等 有些程序 而且如果有些疑问 都适宜向你的会计师 或者向周边人士来请教 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帮助你手 你找我们 透过网上和我们联络 我们可以尽力帮助你 希望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能够为你们提供不同程度的帮助 特别是有些人 不熟悉政府的规规条条 手足 有时就算听到公布的公布 都不能全面去理解 这个帮助你的地方 就是商会 你所属的商会 你里面的网站 都会再一次 将政府这些政策 向你解释 如果不是的话 就向你周围的职业人士 好像特别会计师 或者你的律师 或者你的审计师 他们一定会帮助你 对 刚才说 大家记得 你交易的时候 将你有的文件去交 不要去做一些 一些文件不存在 你都尝试做一些文件去交 这些是有些封锋 最重要就是 以一些你现有文件 你去交一些不足的文件 这些是有些封锋 不要自己做一些文件 这是有些封锋 没错 你很发心一些 别立业关闭的行业 譬如现在是美容业 卡拉OK 器丸 都被人家关闭了 酒吧 没得做 这些行业 那些什么类呢 在道理里面 有个特别的类 叫做被关闭的行业 有特别的申请条件 和资助 这个是有的 但不是全部 都会出帮助的 想法的政策 和怎么办 我觉得这些 特别立业的行业 大家也要留意政府的公布 因为现在 封锋 还未有 这些特别的行业 是怎么处理的 但他们倾向 是叫做 一不性的资助 就是一不性的资助 不是一个 长期的资助 例如说 目前 有的 特别资助 已经有些出来了 例如 游戏中心 他说是10万元 商营育室 10万元 游戏中心 10万元 游乐场所 10万元 公众娱乐场所 10万元 甚至公众娱乐场所 2万元 麻雀馆 天狗 10万元 会所 10万元 美容院 3万元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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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土地上 非政府机构 刑办的康洛 在浴室市 10万元 这些 限分 这些 限分 限分 这些 限分 价格 暂时 未有 但留意 那么多行政 可能会牵上不同的部门 你留意在哪个部门 如何申请 但是它是一不成的,不是每个月给你,是一不成的 就不像人工今天是分了每个月的钱 这是一不成的给你,希望你能维持着你 或者因为这个劳力庭协会损失政府的赔偿 所以大家要小心留意着,留意着政府的公告 政府的新闻报告都会发放进一步的消职 留意着你相关的网站和你的学家保持联络 不要过了期都不知道就浪费了这个机会 这些事情真的会有一些变化 一定要留意变化,醒目一点,不要错失了政府的机会 为什么要补偿呢?都不够了 其实是不够的 都不够了 不然是一个月,整个月 我现在做生意,我除了想想在政府现在的现有 如何去取得最多的补偿 但是我有些伙计 那些伙计现在可能有各种情况 有些是辞退了,有些是停薪楼 有些是放着木薪假期 有些是我们知道做零售行业 那些是一个星期分两日工作 其他时间你不用上班 都没有生意,店铺也塞了 所以对于这些伙计来说 老板又是他,他又打了一份工出卖 现在这些资助给员工的就业 可能是听你说的有条件 可以说清楚这件事 打工底方面 跟老板说收钱和政府申请 需不需要向政府登记 还是怎样呢? 可以说一下 对于人组的接触 现在是资助雇主 他们想要保住雇主 而不是那边的工 其实是因为工资 是由雇主给你的 现在是资助雇主 但概念就是 他们想能够保住雇主公司 继续流入 如果他没有收钱 就要被工资回来 现在就希望 虽然雇主没有收入 但他会收到雇主给大家 希望保住 他也不是存额 其实理论上 他是只有半月 只有资助雇主 有点资助雇主 有点资助雇主 如何计算 现在工资助雇主的资助雇主 他会收到这个基础的工资助雇主 但每个员工最多 会收到1个月 是贵的 这个基本的技巧 如果我是打工 那我只是做酒楼 那酒楼在2月份 停业了 那我就没有人工出 那酒楼就没有人工出 那酒楼就没有人工出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老板有没有帮我申请 他可能留下了我 那我有什么办法 能够知道老板有申请 以及申请包含我在里面 我会拿到每个9000元 那是这样的 因为所有成功的雇主 他会在政府的网上公布出来 如果政府拿了钱 他不去资助给那些月工 而炒了月工 其实他会有个风险 政府就会 由公布投诉他 以后政府的资助 他没有人工资助 所以我相信雇主也没有这个意义 那是不正确的 所以留意一下 他也在说 一、二、三 那你当然是 作为雇主 找一个 最多的员工那个月 来计算 如果我是最多的员工 那我一个数来申请 因为那些钱是比较高的 在用当时的数 这就是政府的 当然 员工是一人走 一人进来 总之他给你一、二、三 选一个 你可以选一个 最多的员工 这个僱主 他说是10月 只要你是 本身选择了 数位 你应该 政府的公布 那个 是高天资金 有没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你的僱主就选了2月 我一月份已经炒了 那我就没有了 没有了 因为你已经不在那一月 那之后 你已经离开了 所以 现在还在公司做的 那些工资 政府的 雇主收钱 在六个月之后 是不能够炒你的 你 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 在二月份 你做一个蛋糕 而雇主 用这些 六个月之后 你会炒你 这就对你的工资 没有保障 这是机关概念 我也是有很多问题 但是 你一个月 一日 他希望雇签 不要你 我就这样问 可能你也没有答案 但我就这样想 比如说 选择了二月份 二月份 我是公司的工资 二月份 我就 九千元 我一百万元的工资 我拿了九千元 雇主帮我付了 雇主 未来的三个月 三四五六七八 都不能炒我 但是他可以不炒我 不开工 他叫你放假 你只要带粮 你不能上班 我可以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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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会给你 他也会给九千元 是因为政府给的 你两份应该是存额的 你该工资 它是哪一半 之前的工资 但是记住 它可以跟你说 所以 其实 你最少都得到政府的权 但是问题 最近 你就留意一下 政府的官员也会说 如果 雇主和官员有一个减薪协议 一定会再次不同 因为 你最多就是 政府的九千元 你一定要拿到 政府要他减薪最多 减薪 因为政府给他 九千元 所以 你起码到九千元 所以 就算我以前18,000 现在你减薪 你变了15,000 我突然是拿到九千元 因为九千元 政府就算是六千元 但是他会说 因为减薪了15,000 政府就说 我们会给7千元 不会 他是说常限9千元 即是他会给一半 对 对 你因为减薪 你应该说 你减薪是一半 未来的五个月 我只有15,000 所以他会减薪 那我就 7千元 因为政府资助 7千元 对 但你也会减薪 对 那你少了 但这个事情就是 现在部主 老生意 你减薪 这件事 是无可求非的 因为 公司都无所入 他要他给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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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他要他 所以 这件事都是问题 他不是全額 我就想到很多问题 所以我报警政府就说 这个员工二月份 是18,000元 可以给他申请9千元 但是政府 除非你一个月 申报一个月底 那我拿了9千元 第一个月拿了9千元 第二个月 就减薪了 他分两期的 第一期第二期 不是三个月的一期 所以留意一下 第一期是在五月底申请 到月份 就应该公布 所以每一期内 我会拿到9千元 再减薪 你许份 最多9千 政府给 那是要个人 顶住的 顶住是一半 他只是一半 顶住就是一半 一半是政府给 基本上他就全部 但是如果我減下薪 我会有机会 但顶住 他不可以 他不能处理我 他不能处理我 如果他沒有員工,他就發生了 如果他做了一些事,他會有刑事責 所以僱主也會有刑事責任 這個人會滿費 我明白,我是一個有良僱主 我不會欺騙員工的 但我仍然是跟員工商量減薪 因為我未來的月,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犯覆 會不會突然間又再行居靈,什麼不靈 18,000元我給不到,或者1萬元 做不做? 我這樣,我跟他做5,000元 沒錯,別出來 另外那4,000元是我給的 我省了薪金,只剩下你一半 所以對員工來說,你是保住飯碗 但不保住你的收入 雖然這個行程是很高的 我們家中的公司說減薪 都是說減薪 雖然你們有認識,這些叫做不升下期 有些打散的那些,可能會比較少 所以其實看上是收期,收期已經少了 問題就是,究竟僱主和大家互相 你幫我幫你,同一個共產 僱主希望你承擔自己的開支,減應工 這件事不太難 我想不只是僱主 人方也要體諒僱主 僱主他生意而拆他息 又再接了零 你叫他出錢給你 根本他也有裙子 所以有可能是 根本僱主不申請,直接關掉他 我想問清楚 你可以說,現在還未清晰 例如我那份薪金,我是做零售銷售 我只是有一個低薪,低薪很少 低薪很少 例如我平時賺15000元 我低薪也只有5000元 其他全部是佣金收入的 如果月份我真的有15000元 現在政府是看著我 低薪加佣金 來算以9000元的資助 還是低薪的 這是我理解的 這就是我理解的 他是按理選定過月份的人工 作為低薪 因為我相信 人工是有些浮動 有些佣金 我只是覺得 其實他的解釋就是 你選了一個月後 用這些技術申請 之後人工的變動 沒有關係 他選了這些技術 用這些技術來做一個技術 你猜會不會包含佣金 我覺得應該包含佣金 但他也有上限9000元 每個員工 其實都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我是做導遊 我不出團 我是沒有收入的 底薪也真的可能是2000元 所以他要選一個 雇主入場 他選一個最大數目 所以他會不會是一月淡月份 因為我跟他講 這件事就是 你選擇 你選擇哪個月 你是出最多兩 有些人出得最多兩 我又未必是那個 這意見是 雇主能更多 他也可以 和你薪兩元更多 因為那些是他要給你 所以這個是雙方面 他選擇最多月份 所以我需要跟他講 雖然說有9000元 但我看到相當多的情況下 他不是你收入最高個月 或者你收入 那個月的佣金會比較少 所以就算是補貼 還是補貼你比較少收入過月 也未必是雇主選一個月 但是你自己最高責任 所以你自己真的要 知道有這樣的情況 不要靠這件事 不是拿9000元 而且你拿了的時候 不表示你將來 未來六個月都會拿到9000元 你真的要清楚 在這個政策之下 有人寬照有人仇 要清楚這件事 以此你真的知道自己的權益 我鼓勵僱員和雇主之間 有些商量 希望整個程序公開透明 僱主也解釋 為何他選擇過月 這個月都會有很多人少 因為很多打工 不是禮身的 不是那麼簡單 他們選擇我們保險行業 月份已經是水淨鵝飛 已經是沒有收入 所以真的有人快樂 有人仇 但是政府不多不少 幫助僱主 希望失業率不要那麼高 這是一番有二的 我們都盡量 保行各業都盡量配合 而且打工的時候 都要執政 要想一想 這個行業 即未來的發展 即未來的補就業 即使有公開 或者是否開工充足 可以賺到以前的錢 大家也要知道 有一個籌算 為你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和好處 我想僱主和員工現在不是對立員 現在是同一同制 其實他拿回來的錢 也有很多限制 他不可以靠你 他也有些機制 但是是防止僱主人 拿到地位之後 是沒有錢 我也相信 在這個善意 第一 各個員工和僱主 都要為到最大的利益 為到企業和員工最大的利益 雖然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因為 我想到的 例如航空業的空姐 不能飛 未來的六個月都可能不能飛 沒得飛 不用想 那怎樣呢 航空公司這麼辛苦 訓練了一群人 沒理由全開 現在就硬虧了 有這樣的資助 這些花撥飛機師 空姐 地勤人員 起碼有一半的資深 甚至有一個 就算你加上放無薪假期 起碼要過到這個危難時期 因為你們的工作技能 都不太容易取代 那應該包含護士護理行業的東西 這個是GIMS 是全面部的行業 所以全面部的行業 只要你是公司有員工 就可以申請 好 如果在這方面 大家還有問題 大家可以在面書 或者在電郵發給我們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幫到你 有進一步的消息 如果有問題 我們有答案 我們會幫助你 我們先講解第三方面 就是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有什麼條件申請呢 申請的辦法是怎樣呢 作為一個會計師 怎樣去幫這些企業 申請這些企業融資呢 是 現在政府 有一個 融資的一些方案 是與銀行合作的 就是由銀行提高一些百分之一百的貸款 這些貸款是一年期的 是還息和不還本 但是有一個事情 就是它要接不到你 你的生意賺 是比廣年 低了三成以上 這是一個基本的 所以你必須留意 你自己的財務報表 所以你必須留意 那種百分之一百的 這種政府財務的貸款 是要接不到你 在財務上低了三成的 你才可以付出要求 這個呢 反而是對一些 大電腦的生意公司做幫忙 但當然要留意一下 這是一個借款 雖然是還息和不還本 但是呢 是要還 當你一年之後呢 你也要還你的本金 所以呢 你要考慮一次的情況 究竟你是不是 根本也是支持了下去 借不錢 用了之後呢 一年之後 你現在沒有生意的 公司出去賭協 那你作為那個借款人呢 你可能那個公司的董事 你可能是個人財務 都要了 嗯 這些可能你都會還 但是現在政府給一個 低息 一個不懂不還本 是過度性的借款 這件事呢 有好有不好 現在政府希望呢 你度過了一年的時間 所以這個借款是很特別的 還有一件事呢 它的借款呢 是有一個限額的 雖然是最高的 但是呢 它的借款呢 是有一個限額的 雖然是最高的 但是呢 其實呢 它的借款呢 是有一個 所以其實它的用途 它的用途呢 是根據你的量子資金 幫你呢 幫你呢 是大多六個 起碼 將會那六個月呢 你有錢 交租給你 那些公司 不要包含了 所以這個 你之怕 他帶負呢 就是要留意他的用途 不是他今晚有受限 那我又這樣想 例如我做開食物館的 那我又是行業 我有受助 飲食業的受助 我又可以申請這個貸款 是沒錯 我可以交租 是沒錯 也是我家公司的員工 可以做開業 是的 營運 所以你需要交租 你需要交租 這次這個借款 可能是可以交租 所以這類這樣的行業 你可以申請行業的資助 又可以申請這個 沒錯 這個就不說何以為 那些都可以交租 當然 另外呢 有些是八成 還有一些其他政府 都可以交租 不過呢 他們那些就要跟回 以往呢 就是滅個床務表 這個方面 我會看他 滅個公司床務表 是開始有多少錢 就再談的了 但這個是 是針對一些 單元下跌的方法 所以他看的床務數據 是不同的 是看你有沒有下跌 如果沒有下跌的話 反正你就失去不了 我理解你的樣子 那就沒有什麼行業 是不下跌的 當然是 三成都可能 沒有什麼行業 是三成那麼少的 對 對 對 我在想 例如一些旅行社 四五六月已經出不了 旅行社有這麼多舖 就是要交租 那這些這樣 是不是一個 適合去申請 對 沒錯 大家要記得 你熬過了之後 六個月之後 是否還有機會 但這個 我個人去看 那些人真的熬過了 過了六個月之後 都沒有生意 你錢都用完了 那 你會不會借呢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借不借呢 你就真的要看自己的承受量力 還有你明顯過了 因為 用完之後 用完之後 都是沒有生意的 那你就給你一筆債 同時 開始用了 其實不好意思 所以借不借 真的要看你的情況 你自己雖然可能是火條件 但是呢 你熬了下去 作為會計師 我覺得 你真的做不到的 可能只要關閉 你不要做 在最高的投資 而言 下次是 真正的命熬了 但是 你會知道 有很多錢 這個作為會計師 來說 以目前的形勢來說 因為 這個疫症 不單止是香港的事 你外國還要移民 不讓飛機來 大陸客人不敢下來 人口的流動 受到限制 例如我做食物館 我都不擔保 就算我疫情不好了 香港 我讓我開回魚蛋檔 開回雲梯麵堡 的時候 會不會還是很自然的生意 我已經生意滅了一半 未來的時候 可能回不回到以前 我沒有疫情的時候 那個生意 遲些有立法局選舉 真是很不明白 香港的時候也是 如果這個時候 借錢來做生意 是不是一個聰明的選擇 我個人這樣說 在疫情之下 有些生意很好的 例如做一些網上的生意 做一些外賣的生意 其實那些生意很好了 所以 這是你的眼光問題 你對於 你繼續 在這些行為 反而不用看到情景 不怕生意 不怕生意 不怕不怕生活 但是 一定是生意 在他的行業 他們不斷 所以我覺得 這個事情 真的要向你本身 你的公司的情況 你自己看來的行業 這個事情 你自己看來的行業 我相信 你做生意人 你真的要留意一下 他的行業 要彈性一點 你會擴張的 我认为资金跌了,资金跌了,如果你认为有眼睛,资金跌了实际,不然就会扩张,因为资金跌了,即是说资金跌了,但是原来有商机,尤其是网上生意,很多外卖,所以你都留下自己公司是否要转型的时候? 但是转型是不会得通行支持的,最近政府有30万对这些公司,将它转型做一些科技,这个考虑政府申请这个,政府会资助30万上限,让这些公司转型,把这些生意转成以市场,转成网上生意,这些你留意一下,这些是政府资助给你的,这些政府之后你留意一下,这些政府之后你留意一下, 这些政府是转型的一些转型,所以是两个项目来的,这一个就是终结你那些生意跌了,我希望够回你,让你不用炒油,不用炒人油鱼,不用结束生意,尽量施鱼条,但是你借了给你那笔钱,就是不期望你用来做新生意的, 你欣资助理,但是保住你让它要做新生意的时候,如果你想做新生意的时候,就要透过第二个项目来囚资金 政府有一个转型的消息,政府有一个传吗? 这些政府有一个储蓓的消息,可以留意一下,这些测试是30万,所以那个项目最少是200,300万,每一家公司也计算,就是以往你没有做网上生意的,你可以花这些钱去转型,这样生意来做做网上生意的, 所以这个项目最少可能是10万对300万,每一家公司是最少的,在100万局上一家公司的公司就是这样的, 這個政府是全額資助的 我做外賣,我做酒樓 對呀,真的 我做外賣,以後不要去外賣 所以,有很多公司說這件事,商務產業是主營 也是一個商機來的 這件事真的沒有人知道 我有些愚昧 我印象中,這些中小型的貸款都很多年 但一直都不太多 其中一個就是中小型企業 第一,一些帳還沒那麼提供 對,由政府和銀行申請的時候 銀行都沒有那麼提供 政府一直來講,不是有這個計劃 但不是很多人申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借款是由銀行來的 銀行做生意 雖然政府負責發承 但他只是把關,借錢來的錢 而是沒有變壞賬 所以,你可以說得對 以往,如果他申請的時候 他只要有些財務表很清晰 其實,以往的時候 因為他們沒有準備 他們不能借錢 所以他的財務表做得很好看 只要有些清晰的事業 就要做審貸 他可以清楚給他公司 是否完整的 當他申請借款的時候 他有困難是提供這些財務資料給近項 所以他申請不到借款 所以,如果大家想申請這些借款 你也要好好整理一下財務資料 如果不然,到時候你無法付錢 你會失去機會 首先,你要有很好的記錄 你要有人核數 你不要做,你的帳目要清楚 你不要為了不同的目的 做幾盤道出來 不然自己用來捉蟲 你剛才說的,你需要拍照三成 所以,你像銀行的照片 看到你走三成 這是要證明的 所以你要接一個完整的會議帳目 讓人們看 真的要付出資格 所以這些東西是要自己準備的 所以我在這裡也奉勸各位中小企業的老闆 你們做生意已經這麼辛苦了 在這些問題上 你真的需要與地公司的會計 以及你相熟的會計師 真的有一個交情 能夠得到他的幫助 如何在及時做好這回事 要做得清楚 以及符合政府的規定 所以你能夠在這些程序上 能夠得到你的經歷 做生意真的不容易 所以如果政府有資助 有人擔保 即是打盤給你做生意的時候 你要失去這個機會 因為各種原因 數目不清楚 或者自己的會計做得不夠清楚 或者合法不及去做一些黑訴 這樣就刪除了 所以,有幾個人一定要做老闆 第一個就是計師 第二個就是律師 第三個就是我們這些保險代理 因為我們真的是超識靈通 可以幫你做一個介紹人 適當的合作人 可以幫你在你的生意上 我們又看看另一個課題 那就是事故人士 我們這些保險代理 或者是失業的人 已經是一月份被人解僱了 現在還在找工作 找得很辛苦 或者騎牛在找馬 那份工作以前我賺了三萬 現在被人解僱了 我一萬元我都先吃了 那希望找久一點的工作 以及如果跟政府簽了合約 是掃街或者做清潔等等 那政府又如何幫我們 我想事故人士都很多 根據政府初步的估計 現在應該有二十一萬五千的人 是自顧強積金的供款人 他才可以申請的 那就是說 他估計是未有供MPS的人 所以有一點 我知道很多自顧人士 未必有去做MPS的供款 這可能是七千元 這可能是七千元 可能有機會 但有一點 政府公佈的 所謂哪些是供應 供應強積金的方法呢 在2019年多年度裡 你是有供強積金 而那個戶口仍然是活躍的 只要你公佈的話 你也是有多要求 至於他們說 在2020年當時公佈 才有MPS 經過政府的局長 羅茲哥 這些人要著情處理 可能有機會考慮 因為他們是以2019年的資料 當時政府的資料 是否是自顧人士均的 今年的資料 今年的資料 他現在都變成很明確 這個感覺 在他政府是否會放風 在2020年內 申請的都可以 剛才是未有的 只是放風 我都相信 如果你太過寬鬆 有人會重來 如果太過緊 也會有人會重來 所以這個 我剛才說 政治問題 其實納入了這個範圍 給他 拿了7500元 這是很多政府都考慮 所以他看到 他沒有正式公佈 究竟這個範圍 這個條件 是否會在2020年 開始公佈那些 資金政府的時候 這個都暫時未有 解釋 這件事 真的有些 有些 資料 我這樣想 你也這樣問 例如說 很多自顧的人士 我賣行李花生的 我賣報紙攤的 都未必醒覺 就是要開一個MPF 沒錯 也沒有開 就是 這件事 有些人 沒有機會 覆蓋不了你 即是 你以我沒有公佈的MPF 實際上沒有理由 例如你開了 不過過去幾年 你都沒有公佈的 我現在保公了 我沒有公佈的 沒有公佈的 就不罰款 我應該說 我應該說 這件事 是在2019年 你知道我有公佈 這件事是怎麼公佈的 知道公佈的 就是 某個月份 你是想公佈的 他說我是公佈的 我不知道 他以為公佈的 公佈的 這些事情 很多事情 是不清晰的 所以我說 你到時 大家可以 嘗試一下 資會申請 因為我是公佈的 一個月 那些公佈的公佈 那些公佈的公佈 那些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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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看政府 現在 是不是要將你們 打算處理 我跟我的保險行 代理人說一下 我們保險行的代理 我想地產經濟也是一樣 我們屬於自僱人士 我們有經營收入 我們用金收入 我們是 由公司規定 每個人都要開一個MPF 那你就是有貨 我是有貨 不過是否每個人 在去年有收入的時候 都自然性公佈 因為沒有人知道 你屬於屬於收入 是多少 你自己報 自己報自己報 最少入500元 是公佈的 如果你是真的 有了這個貨物 又報過的時候 那你今次就得到 公佈也得到 公佈也得到 我沒有公佈 因為不用公佈 我六十多歲的人 所以我就沒有這個優惠 所以各位的代理人 各位有自僱人士 你記住看看 你有沒有開一個公職金戶口 去年有沒有公佈 如果有的話 你就可以申請七千五元 那不是太多 七千五元一個月 喝單茶也沒有了 好過沒有 但是提醒我們 這些資助 不知道何時再來一單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公職金戶口 你是自僱人士 你就快點找一個公職金的代理 給你開開公職金戶 沒錯 你一定要做好這件事 就是 莫讓保留 未為晚假 就算今次拿不到 七千五元 也不要浪費了 如果公職金是這麼重要的 你就快點 符合這個法例的要求 我覺得政府 就算你那個僱主 那個資助 都要提供了強積金 那些僱員才會得到這個 之後 如果你打工到 原來你沒有MPF 的話 政府也拿不到你 對 因為你也不可以拿不到 所以這就是 雖然僱主也是留意 你現在想拿什麼 原來你沒有公職 公職金戶口 哎呦 你現在可能沒有 就與你無關 沒錯 雖然僱主也要留意 因為這個東西 是幫到你的 所以自顱人的資助 也要叫僱主 你提供了MJF的員工 才可以 committing 由於你之外 所以MJF 又成為一個申請的轉目 沒錯 原人員工 都也有供給MJF 但是有幾頓項 是不需要供的 某些政府 是沒有供給的 就像是罪流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地方 政府這次很明確,你要付法律,因為你不付法律,你不供AFA,其實對僱主是一個影響 原來,手法很重要,我認為大家是僱主留意的 以往你沒有做的供款,今天就已經到你了 但是如果我請了一些兼職工人,法律上我都要幫他開公職金戶口 是,所以有一點,只要他開了戶口,但他本身是不懂供款的 雖然是僱主也要供給,僱主也要去到的位置 僱主要低於政府的職業,但員工不用扣 僱主的職業也是有工的 根據法律,如果每個星期的工時超過40個小時,你需要將兼職人士納入你的工款的名單 所以如果你做生意,你之前沒有幫助員工去報告宣 你這次可能真的會批評到 但是問題是你狂主